有關NCC 國家通信傳播文會 他過去對中天電視的行政才華 連續九次被行政法院撤銷 您就從國家的中華民國的主管法律的 諮詢的角色 您對這個也沒有評論 這個法院的判決 我們予以尊重 而且這也不是最後的判決 他還有其他救濟的機會 我們如果NCC需要我們提供法制的建議的話 我們也會從法律面來提供他參考 部長我再繼續問 那你從法律層面來看 你剛才講的嘛 他假如NCC需要你提供法律上的意見 你會協助 那初步看 你也在行政機關做這麼久 我在行政機關服務也超過30年 很少一個政府機關的行政才華連續九次被行政法院撤銷 這多不多見 因為在行政法的領域我參與的比較少 我大部分都在行事的偵查這一塊 部長這不用參與 這不用參與 這不用參與 你用你的法律專業判斷就可以 這個常不常見 因為各機關有他自己的權責 因為各機關有他自己的權責 對 但是你作為國家的法律 我也不能 不敢講 我也不能隨便講說多還是少 但是就你法律專業看 一個行政機關連續九次行政才華被撤銷 部長你真的不知道多見或不多見嗎 正常或異常嗎 這個也許是個人感覺的問題 那你個人感覺 我不好一個人憑我個人主觀的認定 這不會 這是客觀的 部長你就不要用個人 你用法務部長的立場回答 那更不能用法務部的部長 你是國家的法律的諮詢最高機關 部長你不敢講喔 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這個要嚴守我的分跡 你的分跡就是我剛剛講 你店位你是國家法律諮詢的法務單位 他如果有法律意見要我們提供 我們很樂意 但是最後採納與否不是在法務 不是在主管機關嗎 我今天不是諮詢 請教您 這樣的情況多不多見 你不能說連多不多見不知道啊 多不多見 這不是我能夠在這個公開的 部長你真的連這個事情都不敢打 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我要嚴守我的分跡 我該講的我一定講 那不是我能講的我一定講 部長我們是老朋友 現在不願意排出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這是不是國家外交機密喔 真的 那個主命宣讀一下 主命宣讀一下 立法院職權行法第23條 不然休息 請部長看一下 主命宣讀啊 請他宣讀 不是你要宣讀什麼 立法院職權行司法23條 25條 不然講一下吧 不要讓他宣讀 要講什麼咧 不論你說多不多見而已啊 多不多見 或者是 主觀的認定嘛 好 那你 也許司法院他更是客觀嘛 他做了很多判斷嘛 他有很多的判決嘛 部長 我昨天已經問過司法院的秘書長 他說這個機關有問題 你看 連司法院秘書長都敢講啦 你不敢講啊 部長 那他司法院他有他的立場嘛 我行政院底下的法務部 不敢我不壓你 主命先讀一下25條 奉召委指示宣讀 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第25條 那有關的部分是第二項 被質詢人除未避免 國防外交明顯利己之危害 或依法因秘密之事項者外 不得拒絕答覆 宣讀完畢 部長 這是不是國防外交機密 不是 不是 有沒有什麼 好啦 我也不為難你 有沒有著中的講法 總要有一個評論吧 那著中的講法就是說 純粹是我個人的感覺嘛 以我多年來 所接觸我有限的經驗裡面 對 確實是 不多見啦 OK 好 這是純粹個人的意見 不為難你啦 因為這東西就是 謝謝鄭總釗 請說 我在政府機關服務了30年 他以金管會為例 被撤銷一個案件 金管會就很緊張 我沒看過第二件 沒有看過第三件 沒有看過第四件 沒有看過第九件 這在中華民國行政法的歷史 創了歷史 不知道 不為難你啦 不多見就好 謝謝 這也要感謝司法院啦 過去如果 行政法院的判決 幾乎都是站在 政府的機關 有力的判決啦 這個我想 曾昭偉也應該感受得到 慢慢的司法院都比較開放的態度 很多都是駁回 政府機關的 決定喔 所以這個我想 是大家有感受這樣的一個趨勢啦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比較的問題嘛 時間點的比較 還有機關的比較 還有個案情節的比較嘛 所以這個東西 是沒有絕對性的啦 以NCC這次針對中天新聞台關台 這個大概是真的是我們前所未見 但是現在看起來 NCC可能再上訴 那當然上訴在司法裡面 是一個權力 但是以剛才曾總也描述 部長也說就你個人來看 這種在對於同一個公司一個對象 它可以連續的這些行政法通通被駁回 這個真的是非常少見 說實在也很丟臉啦 所以我請教部長 剛才也講 因為法務部也是我們行政院的一個 那個法務的一個顧問 也會提供法律見解 你支持NCC應該再上訴嗎 如果NCC它有它的一個認定 它法律上的意見 我們當然予以尊重啦 但是以現在所看到的這樣的狀況 剛才講之前 一共有10個案子 他們都被駁回 然後到現在 他的整個的關台 就是不給他發執照的部分 昨天北高刑 我們必須給北高刑一個掌聲 在這樣的一個壓力之下 北高刑做出一個有利於中天的判決 其實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麼以現在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您也是一個法律人 也是有法律的專業 你覺得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再上訴嗎 如果有法院沒有看到的地方 或是我認為我的意見 是對的 但是沒有被採納 那還有上訴 還有救濟的機會 我當然會爭取啊 好 所以你不會說 不支持NCC上訴是吧 我尊重 好